那其实人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在WAN2.1这个模型里边加入更多的控制技术 那么目前呢这个技术它真的来了 那这个呢是来自于阿里的WAN2.1范 它本身呢属于阿里的Y6X范系列的其中的一个啊 大家可能之前接触过CogValueX范系列 那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控制 这种控制有点像我们之前的ControlNet 可以利用深度图啊 然后这个轮廓图啊 政治姿势图啊来控制视频的生成 那其实在这个技术出来之前呢 人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尝试 比方说我们之前在RunningHub上呢 曾经给大家做过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Hub.ai进到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 那我们之前呢已经做过一些非常漂亮的例子 那当然主要是使用Depth来控制视频的生成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首先呢我们这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美女跳舞的视频 然后呢我可以从这里边提取它的深度图 然后呢来通过一个提示词的驱动对象 然后再经过Florence来得到提示词 最关键的我会通过一个ControlLaura啊 而且是一个深度图的控制Laura 然后来生成相关的这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质量呢是非常高的 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基本的结论 就是目前我们提到的Y2.1范这个技术来讲 它在深度图上的效果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和这个Laura对比的 而且呢会相差很多 有人说呢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官网 那它官网上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例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 有14B和1.3B的控制模型的一个输出的实例 输出的类型呢有轨迹的控制啊 有姿势的控制 有轮廓线的控制 甚至有深度图的控制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生成的这个效果 那直观上来看的这个效果呢也就是这样啊 一般 那我们再对比刚才Running Hub上的这个效果 你会发现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那你不要忘了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是它官网的视力的视频 你可以认为是这个模型的最高的一个水平了 但是这个故事不能说到这就结束了 那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大家看一下这些例子 它生成的质量呢就非常的高 不管是整个的人物 动作 画面 光影 衣服的细节都做得非常的漂亮 那有人说这个是用什么技术来生成的呢 这个其实也是用万2.1范这个技术来生成的 那有人说为什么你生成的这个效果 会比官网更好呢 这个别着急 下面呢 我们就从头来说 首先呢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呢 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分类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功能上 一个叫做INP模型 一个叫做Ctrl模型 也就是控制模型 第二个从参数的质量上来讲 一个呢 是1.3B的 一个是14B的 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INP和Ctrl它有什么不同 大家可以打开它的Hunger Face 也就是抱抱脸的官网 那在这里边呢 其实是有一些描述的 比方说在所有的INP模型里边 大家看一下 都有这样的描述 支持多分辨率的训练 然后支持首尾图预测 那也就是说 INP模型主要是首帧和尾帧 因为它中间补帧呢 是靠什么呢 是靠Input的技术 所以说呢 叫INP模型 第二种就是Ctrl模型 也就是我们的控制模型 而它的主要作用呢 是利用Canny Depth Pose MLSD 这样的控制的方式 然后来驱动视频的生成 所以说呢 你应该知道 如果你现在要进行 首帧尾帧 以及插帧操作 应该是用INP模型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 深度图 姿势图去控制 应该是用Ctrl模型 然后剩下的另一个维度 那就是参数量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重点说一下这个 1 2.1 5 1.3B的Ctrl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呢 首先 这个模型呢 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另外呢 它的这个模型的大小呢 也比较小 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模型下载下来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址 在它的包包脸的这个官网上 下载这个模型 大家注意 这个模型呢 是一个通用的名称 它的大小呢 只有3.13G 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呢 放到你的Confi UI里边的Models 然后呢 Default Model里边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放到了One Native 然后这个 名字稍微改一下 它现在是一个通用的名字 大家看一下 所以说呢 你尽量的改成这个名字 容易你去识别 那我们需要的模型呢 就这一个 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 实现这个功能的话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使用KG大神的扩展 第二种呢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呀 使用官方自带的工作流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就是KG大神的这个扩展 可以打开KG大神的 One Value扩展的 这个Github的页面 那我们可以在这看到 一些相应的信息 那我们点开它的 这个版本的提交 那我们可以在27号 这版提交里边 可以看到 它已经将这个 范模型的控制技术呢 给它放到了这个里边 那么另外的话呢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Example Workflow 也就是视力工作流里边 然后找到这样一个工作流 同样是关于范模型的 控制视力工作流 那么大家可以把它 放到你的Conf UI里边 直接去运行就行了 当然前提是需要将这个扩展 给它更新到最新版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它这个工作流 到底是怎么来构成的 那在整个工作流里边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有这样一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有一些辅助的功能 它这并没有连上 我们暂时先不用管它 我们先看一下主模型 首先呢 它用的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个 然后大家注意啊 它的精度呢 一定要用BF16 不要再用FP8 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小 如果你用的再小的话呢 这个生成质量呢 就更加没有保证了 那这个是T5的编码器 那这个是VEE 然后呢 这个是TagCDEcode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的采样器 它这用了Tcache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 12.1的工作流 然后你要注意啊 在这里边呢 它也用了一些新技术 比方说我们这用到的 ZeroStar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呢 也给大家详细的解释过 当然我们是在原生的工作流里边 给大家讲的啊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 这最主要的是这个 Image Embedings 这个呢 是我们实现控制的一个 最主要的方法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啊 在这儿呢 它更新了 One Value 有MP Embed的 这里边有一个Ctrl Embed 就是我们的控制信号 也就是一个嵌入的向量 那关于Wise Head和Number Frames 这个都很容易明白 那我们再来看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呢是通过另外一个节点 叫做One Value Ctrl Embed来的 然后呢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Latant 也就是我们说的 浅空间里边的图片 那这个浅空间里边的图片 当然呢就是靠 VeIncode过来的 那它再往前面看 我们就会发现啊 我们熟悉的东西出现了 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视频 然后把它进行一个Reset 然后呢经过我们的一个 CtrlNet的预处理器 这我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是我们的DW OpenPose 就是姿势的控制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然后直接进行VeIncode 然后传到这个节点 生成一个控制信号 再进到这个节点 然后再传到这个 Empty Embed这个里边 然后去影响我们的采样 就这么一个流程 非常简单 那在这个流程里边呢 那我增加了哪点呢 主要是在这个提示词的部分 我为了不写提示词呢 使用了一张图片 然后通过Florence 来生成的一个提示词 那我们首先看效果 这个人的姿势呢 跟我的姿势图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姿势控制也是非常到位的 然后他整个人物的描述 跟我的这个提示词是一样的 看背景啊 人物的衣服的颜色 基本上都差不多 运行完之后 你注意整个的效果 基本上和他官网的展示呢 是在同一个水平的 而跟我们给大家看的 我们在Rending Hub上 使用Depth Laura生成的这个效果 是没有办法去对比的 那有人说 那你那个效果比较好的 是怎么出来的呢 这个是用原生的工作流 来出现的 而且那个呢 需要有更多的辅助手段才可以啊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先看一下主体的部分 那首先的是Model Model的话呢 我们加载的同样是刚才那个模型 然后我这经历了Scape Layer Guidance 越过了第九层和第十层 然后0.2 0.5 这个跟我们之前给大家 视频里边讲到的用法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用到了T Cache 大家注意 在传统的One里边呢 这儿的值可能是8 这儿呢 我们采用5 然后这是Sampler 这是模型的部分 然后它这里边呢 最主要的节点是这个 叫One Control to Wedding 这里边呢 有这样几个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别的都很容易理解啊 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微翼 宽度 高度和真的长度 这都容易理解 这里边的Ctrl Value 也就是我们的控制视频 其实呢 你看一下是谁呢 是我们这个姿势图 当然用别的也可以啊 但是不管是什么 就是Ctrl Night 它出来的这个东西 是我们的控制视频 需要连到这儿 然后再往下边 我们需要有一个叫做 Clip Vision Output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啊 它其实是一个视频编码的输出 那这里边会用到一个视觉的Clip 这个我们在原来的图声视频里边 会用到它 一般文声视频用不到啊 但是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同样把它加载进来了 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编码 它编码的图像 同样是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姿势图啊 所以说呢 姿势图经过我们的视觉 Clip的编码完了之后 进到Clip Vision Output 然后就是起始图片 Start 我们会给它一张起始图片 那这个图片呢 是我们提前生成好的 然后我会把它resize之后啊 然后直接给到这个 Start Image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这样 它生成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当然我这儿也有一些辅助手段 同样我会把这个图片 当成这个提示词的一个驱动 通过Florence来生成提示词 然后传到我们的Clip 然后加入采样啊 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最关键的就是这三个部分 那我们对比一下 对于K神的实现呢 官网的实现就相对来说复杂一些 那对于K神那个版本 你只要有一个Control Value就可以了 但是呢 在官网的这个版本里边呢 你不光要有这个控制的视频 你还需要有一个Clip Vision的Output 而且呢 还需要设定一个Start Image 而且这个Start Image的设置呢 也不那么简单啊 你要注意啊 这张图片和这个视频的第一个 是需要对齐的 它可以人物穿的不一样 但是它最起码的视角和这个姿势呢 是要对齐的 所以说呢 这张图片呢 也不是你随便传一张就行 我们必须来生成啊 那生成方式 你可以用Flex来生成 当然呢 也可以用SDL5 或者是SDXL来生成 甚至可以用SD3来生成 那我这儿是用什么来生成的呢 那我这儿用的是SDXL 我们简单做一个例子 首先呢 我们需要把那个视频里边的第一帧拿过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视频传上来取第一帧 然后呢 我们需要选一个模型 这儿我选了一个这个SDXL的模型 一般像这种 我们就找个这种 这个写实的这种就可以啊 那我用的应该是这个 我就随便用了一个 下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要用SDXL的模型 而不是用什么呀 Flex的模型 因为我不知道啊 Flex的生态里边呢 其实Controlite做的呢 并不好 除了Deps的效果 还有所保证之外 其实像Candy啊 像OpenPose啊 这种 它生成的那个图片 如果你不去精修一遍 或者放大一遍的话 可能那个效果真的是特别差的 那对于Controlite的这个生态来讲 最好的还是SDL5 但是SDL5生成的图片又太 太AI了 是吧 一眼就知道 那是人工只能生成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退而求其次用了什么呀 用了SDXL 那生成的方式很简单啊 主模型 然后这个文本编码 然后采样 我这有一个参考图 通过Florence来帮我们生成提示词 然后注意一下这儿 我会把视频的第一帧 传给DWOpenPose 然后呢 通过ApplyControlNet 传给我们的采样器 这样的话呢 来控制整个视频的生成 那我在生成完了之后呢 为了保证它脸部的质量呢 我又进行了一下FaceDetailer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啊 如果你之前经常做这种生图的工作的话呢 你一定用过这个节点去修复人力 对于图片来讲 效果还是非常棒的啊 那生成的效果呢 也是有保证的 那这样我们就随便生成一个吧 我们就直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真正采样会很快啊 因为它毕竟是生图嘛 不是生成视频啊 所以说很快呢 你就能得到这个结果 这是修复人力之后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的质量呢 也是非常高的 那你如果希望生成其他风格的话呢 就上传不同的图片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生成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质量呢 也是非常高的啊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张图放到这啊 就可以生成我们想要的这个视频 大家看一下视频的质量呢 是非常高的 当然如果你要想把它放大的话 可以用我们的那个Tile模型呢 再次进行放大修复 就是一致性修复 这我就不做了 另外我需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什么 你真正在用的时候呢 有一些技巧啊 第一个呢 就是这张图片 有人说你为什么不去演示其他的 比方演示Candy啊 演示Deps 首先Deps这个你没有原来那个技术做的好 演示没有价值 第二个不管是Candy和Deps 其实已经约束了这个人物的形态 就是这个人物的轮廓 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去要求他了啊 所以说你能做的工作的就比较少 我觉得价值也不大啊 反而开放性最大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OpenPost 这样的视频 我只有一个姿势 所以说呢 我可以用任何的一张参考图 来生成我们需要的任何一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的轮廓 是不受原来视频影响的 所以说在我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用的更多的是DW OpenPost 或者叫OpenPost 我觉得它更有价值 第三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不要开脸 就是我们在估计姿势的时候 把脸给它去掉 因为脸一旦选中的话呢 有可能生成的人物就非常的难看 通过我们刚才的演示呢 你会发现我们给大家讲到了 One 2.1 Fan这个模型 也说到了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 并且呢 用KJ大神的工作流 还有我们原生的工作流 来实现了相同的功能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